真正的主謀都在國外 都在國外 都抓不到 因為司法互助幾乎沒有邦交國 大家好 我是掌柜們 今天又請來了我們的很難得的這個湯教授 湯教授是國際關係非常權威 事實上在我們那個年代 國際關係是非常熱門的 那現在是被誰搞到這麼不熱門 這個是非常糟糕 那當然在馬政府時代 台灣免簽的國家非常多 然後外交上至少什麼兩公約 什麼施刑法 國際公法一直在大力推動 後來七八年前 蔡政府上台了 然後這個我們眼睛一眨斷了一個 再一眨又斷了一個 現在斷到剩十三個邦交國 斷了九個 已經斷到剩十三個 八年九個 八年這個史無前例 史無前例 所以 適可忍 適不可忍 當然是 因為國際關係 國際外交 這對一個生存來說 是這個非常非常重要 沒錯 所以這個問題很嚴重 因為我們 今年的一月十三號要投票了 如果民進黨繼續執政 剩下那十三個 搞不好就斷光了 對 那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這是很嚴肅的問題 湯家說 可能要給我們一些正確的方向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就是邦交國的重要性 對對對 這個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邦交國 第一個重要性 就是這些邦交國 我們把它歸納一下 大概幾個字就可以形容了 第一個 亞非拉 因為這些國家 都在亞洲 非洲 拉丁美洲 就相對比較落後 還有一個呢 小為窮 它要不然是小國 要不然是為國 什麼叫為呀 為國就是幾千人 上萬人 大概就是這些國家 什麼懦魯啊 對啊 很少很小 小島 那些國家我的名字都叫不出來 雖然我搞國際關係 我都叫不出來 你知道嗎 好 另外就是窮 他們這個人均所得大概就幾千塊 一兩千塊 就是你政府要掏錢就對了 對 所以說 亞非拉 小為窮 這六個字 就可以把這些都蓋垮了 雖然如此 這些國家啊 他們都是聯合國的會員 這就比我們厲害了 這點很重要 這點太重要了 是 那 每一年的這個聯合國啊 他在九月十月的時候呢 他都會開聯合國大會 全世界的聯合國的會員 他都會派代表 有些總統 聯合館長啊 什麼什麼的去 每個人大概都有個幾十分鐘的 上台發表講話的機會 是 那他就把他的這個國家利益 外交政策等等等等 就可以藉這個機會拿 加以表達 那 這些國家呢 對我們有什麼重要性呢 就是在這個場合裡面 他可以替我們仗義之野 因為我們不是會員國 我們沒辦法參加 這個意思就是說 他說 哎 你這個聯合國不是有一個普遍原則嗎 然後呢 這個 台灣呢 現在這個情況也不錯啊 那為什麼不讓台灣來加入呢 當然啦 因為這些東西 很多的國家人家搞不懂 說我們為什麼不能加入 因為他要搞很多 我們台灣以前兩岸之間的什麼 國共戰爭啊 國際的歷史 內戰啊什麼 把這個歷史要搞清楚以後 他要知道說 為什麼我們台灣變成一個國際國人 對不對 可是不管怎麼樣 那這些我們的邦交國 他都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那在聯合國大會的時候呢 多多少少會幫我們做一些廣告 當然這個不是免費的 那我們就必須要 對不對 有一些動作 對不對 對 這個當然也是 也是要有一些開銷的啊 是啊 好 這是第一個重要性 第二個重要性 就是說 尤其是在中南美的這些國家 它特別重要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些 我剛講的都是亞非拉嘛 那有 非洲只剩一個 叫史瓦地尼 那還有一些呢 在這個所謂的 西太平洋 或者說是叫做大洋洲 那剩下的就在中南美 中南美還算是蠻多的 好幾個 中南美這些為什麼重要呢 就是因為我們的高官啊 要到美國去 不能說是訪問 只能夠說是過境 那我們被邦交 我們不能訪問 斯比亞有這些國家 所以這些國家呢 就剛好是我們的跳板 對不對 我們說 我們是去到這些國家去訪問 然後順道去美國過境一下 其實主要目的是去美國 這些國家對我們來講 重要性不大 就蔡英文把 把沙拉多也丟了 所以說了 是 那現在快丟光了吧 快丟光了 對不對 好 那如果說你這些國家都丟光了 那以後你如何過境 過境當然是過境美國 對不對 你如何過境美國 難道說 你要跑到非洲去 還是跑到這個大洋洲去過境 所以說這些中南美的這些國家 就特別重要 就對於這個 我們的高官要去過境美國的 這種情況下呢 它的重要性就凸顯出來了 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 是比較特別一點 這個呢 就跟這些西太平洋國家 有關聯了 當然這個中南美也是有關聯的 那主要就是西太平洋國家 因為中南美國家 很害怕美國 所以說就算是你這些國家 你跟中共如果說跟我們斷交 跟中共建交的話呢 中共在那邊可能也很難 在那邊立足 我所謂立足的意思呢 是說 不但是在經貿上面有關聯 主要是在軍事上面 如果說你想想看 我在這個美國的後院 我在美國的後院就是中南美國家 我跟某一個國家跟中共建交了 好了發生軍事關係 然後中共說來 我在你這裡設一個這個雷達戰 好了 那你美國的這個很多的地區 你全部都被中共看光光 那你美國 你什麼態度 好了 那這個呢 是在中南美 因為中南美啊 美國影響力很大 可是呢 在這個西太平洋 美國的影響力沒有那麼大 可是西太平洋 同樣的是美國的後院 後院 對 對不對 那美國呢 他還比我們更加的重視說 這些國家絕對不可以棄台灣 而救中共 對不對 就照我剛剛所說的 你這個經貿沒什麼好搞的 因為這國家太小了 可是中美洲 我們現在已經沒有方家國了耶 所以他這個 中美洲還是有一個 有幾個小小的海地啊 很小的 南美也有一個 中南美也有一些 可是現在就是說這些 在大洋洲的 也就是說在西太平洋的 這些國家 也是什麼所羅門群島啦 什麼這些 也是這島國 都很小啦 而且好像常常都被淹沒了 快快被淹沒了 快被淹沒了 他的戰略地位 對美國來說 那是重要無比 對台灣來說 沒什麼重要 因為我們沒有這麼大的 在這個地區的 戰略需求 可是美國有啊 可是美國 因為美國的對手是老共嘛 那所以呢 這些國家 對美國來說 是極端重要的 所以說他們呢 還特別關注了 說這些國家 你絕對要保住 跟台灣的邦交關係 這個是為美國利益服務的 不是為台灣啦 可是呢 在川普的那段時間 2021年 他呢 他呢 就通過了一個 法律 他就說 美國要 維護 台灣的邦交國 讓他不能夠 棄台灣而救中共 目的就在這裡 意思就是說 如果這些國家 跟中共 如果說建立了軍事關係 軍事交流 在裡面 設一個什麼 什麼監察戰 設一個雷達戰 好了 美國的後院 全部被看光了 所以說 所以說 將來戰爭 對戰型態 整個的系統 運作 科技的這種 競技已經不得了了 就是啊 那 你說我們跟他們 這些國家 你說有什麼 有什麼作為呢 幾萬人 幾千人的國家 我們跟他 有什麼來往 可是他的戰略地位 太重要了 是 對不對 對 而且他的戰略地位 對我們來講 不重要 可是對美國來講 太重要了 所以這一集 大家一定要宣傳出去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政府給人民的資訊 不是這個樣子 完全不是 他根本沒有給資訊 他根本沒資訊 而且一直斷 斷得好像也沒那回事 然後誰也不用下台 然後也不需要負任何責任 所以這個是非常頭痛 而且最嚴重的是 看不出對策 沒錯 就真正的對策 而這種情況呢 主要就是因為 我們兩岸關係搞不好 所以 除非老公那邊 就沒事就放個手 那如果說我們兩岸關係 能夠 進入到一個協商談判的 這個境地的話 那這些國家 跟我們沒關係 那絕對 沒有什麼大的問題 我們兩岸關係行李裡面 的確會有協商條款 有 有訂進去 只是那個法律的程序太高了 那高不是問題 我覺得問題是政府 現在的執政黨 完全沒有去應對 他根本老死不相往來 沒有錯 對不對 因為你不接受九二共識 你不接受九二共識 人家怎麼會跟你談呢 當然是 問題就出在這兒吧 對 你知道台灣現在已經變成 這個淹毒跟詐騙王國 我們的刑事案件裡面 這兩個加起來都快超過一半 然後呢 大部分後台或者是真正的主謀 都在國外 都在國外 都抓不到 因為司法互助幾乎沒有邦交國 所以這個後遺症很大喔 很嚴重 你不只是外交問題 甚至把你的治安問題 財經問題 金流 這些全部出問題 沒錯 所以說呢 你兩岸關係搞不好 你牽涉的層面是太廣太廣 幾乎所有台灣的人民的生活層面 全部都包括在內 所以說陸委會不叫做一個部 它叫做委員會 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它牽涉的層面太廣 是 OK 好 那我想這個我們還是要把正確的資訊 盡量和大家了解 所以將來的這個整個的路線發展 實際上走台獨實路一條了 沒錯 你最後剩下林邦交國 台灣不需要任何這個外在的壓力 大概內部就務必自負而後重生了 所以我想我們還是要繼續堅持 兩岸和平的這個正確的方向 然後給人民帶來最大的福利 OK 好 謝謝 謝謝唐教授 謝謝 立法委員選舉政黨票 請選11號新黨